研究在老人的mental health 或者是老人的一些相關的研究裡面 特別是發現到有一些效果的 最後一些發展適當的社區活動 跟社會的聯繫 所以這個部分如何在社區裡面 推動老人的一些相關的健康活動 健康促進的活動 其實這個是很重要的 看老人家本來以前有興趣的活動 如何在退休之後 能夠再開始或者重新再培養 這個部分衛生署的自殺防治中心 在老人自殺防治裡面也做了很多 不過我覺得如果是可以再多一些的 一些療效成效的監測的話 我覺得會有更多的一些報告的話 或者更細緻的研究要 minimize control trial的話 那我覺得就是可以把這個部分 就更多本土的一些訊息 好 那總之在化生命地程的自殺防治 其實跟剛剛所報告 理事長跟秘書長報告的 都是一個概念 絕對不是個人 一定要涉及到家庭、社區 跟整個社會共同來著手 那才可能 再經過很多很多努力 才可能有些微的效果 因為這個自殺的問題真的是非常的複雜 那以上是我簡單的報告 謝謝